HELLO 大家好 我是科技家男生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解决Mac空间不足的问题 三招 彻底清理Mac的垃圾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生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喜欢这一方面资讯的话 就赶快订阅和关注生号TV 任何一家电脑 就算是MacBook多好 你用了一段时间过后 一定有一堆东西需要清理 而且这一堆东西往往是 你在不自觉的时候 越积越多的垃圾 而这些垃圾如果不清理的话 它会造成两个大问题 第一 你的电脑会变卡 第二 你的浓量会越来越少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清理这些看不见的垃圾 第一个 就是清理Cash 对很多App来说 它们都会有自己的圆存 好处就是 可以在下一次开启同一个App的时候 可以变得更快 可能更顺 那么你就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解决了这些Cash 会怎么样 答案是没有问题 你可以放心解决这些Cash 因为每一个App在开始的时候 都是没有Cash 所以它们在打开那个App过后 它就会制造一个自己的圆存 首先你要按 Command Shift G 然后输入 Library Cache 然后按 Go 这些就是所有的Cash 然后你要做的就是 Select全部 就是 Command A 然后拉进去你的Trash Sokaki就是 Command Delete 它就会进去你的Trash了 第二步就是来到这个Trash 这边 你的垃圾桶 然后按 Empty 就可以了 第二个 彻底的清理一个不必要的App 就算是Mac的官方 它在教我们 如果安装一个App的时候 都是跟我们说 直接把那个App 从Application的Folder 拖到Trash就可以了 是对的 可是如果只是这样子清理的话 这个App 会有一些 它自己的Temporary法 这些法 就会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垃圾 这里呢 我们就会下载一个App 来好好清理这一堆垃圾 关于这款App的下载链接 我会放在说明文 所以大家可以在看完影片过后 再去下载 然后这款App 我是叫做App Cleaner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MacOS 来下载你要的版本 这款App 它并不需要 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 为了方便使用 下载完后 直接把它拖进去你的Application 现在我要示范如何使用它 我们叫Double Click 然后你再把你不要的App 丢进去 这边呢 我就选择 MuMu 我们可以在左手边 可以看到MuMu 其实有很多法 如果我们只是 傻傻的把它 从Application 拉进去Trans 里面呢 并不能删除完这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删除哪些 所以你按Remove 就可以完全删除了 就会在你的Trans 里面 你来到这边 再把它删除完就行了 第三 如果你常常使用一些Apps 的话呢 像是iMovie 像是Safari 或者是Chrome 这些的话呢 时不时呢 我们都要进去清理它的一些 Temporary Farm 或者是Cash Farm 左上角的Safari 然后按Preferences 然后选择Privacy 然后Manage website data 然后选Remove all 然后就按Remove now Done 而Google Chrome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按它的刷卡键 就是Command Shift Delete 我这边会比较觉得可以使用Avance 然后选你要的东西 通常我会选完全部 然后在这个Time range这边呢 我选All Time 然后按Clear Data 当然最重要的是呢 把垃圾丢进垃圾桶过后 还是要常常清理的 毕竟 垃圾在垃圾桶 还是有一定的能量 进来这个Trash 这边刷卡键完你不要的东西 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直接按MT 然后按MT Trash 如果你懒惰进来这个Trash 它的小卡键就是 Command Shift Delete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就给我一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我也期待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有什么更好的 清理垃圾的方法 我是升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